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期货市场今天是结算哦 结算日没有想到竟然是压低来结算 在期货呢7705点 好惊险哦 7700点稍稍的守住 但是呢在下个月份的这个期货市场 竟然今天是跌掉200多点 整个来盘续来这个进一步的操作策略 怎么拟定呢 难道说亚洲股市全面性的要比较看空了吗 我们赶快要请到是永城国际投顾的曾飞师 韦国庆 韦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韦老师 今天看起来整个亚洲都怪怪的 开低之后一路走低走低 最后没有收在相对低点 那今天来说的话 一些这个比如说压力支撑啊 应该出现最新变化了对不对 是啊 今天的盘其实重点是 各位你不要到了盘中以后 才看到说亚国都在跌 台国都在跌 哇 问题是 今天从开盘的时候的话 你在做些什么动作 今天这个盘如果开盘的时候 是你没有去做空的话 那盘真的上去以后 我相信很多人你也不敢去追空的了 是这个问题所在 但是问题这个盘今天贵 今天整个关键在什么地方 开盘之后跳空往下开 那我们就来了 跳空往下开之后 你该做多还是该做空 本来到了上个礼拜五 剩上个周末的时候 全场是一片悲观对不对 美股大跌 陆股跌 然后呢 留家创新低 反正你记不记得贵 那个上个周末的时候 所有都是利空消息 但是当礼拜一 跳空往下开之后 却跟你从低点往上往 拉了300点之多 但是问题是 礼拜一开地之后 就是因为都是利空消息 所以很多人开地以后 不敢抢多单 看它涨300点 你也不敢去做什么动作 甚至很多人 看到上个周末 一堆利空 结果来礼拜一 跳空下去以后 随处去放空 被搞得稀里花了 好 那问题就反过 那问题是昨天 昨天市场上 看起来 反而都是一些好消息了 什么国安基金要护盘 什么什么 讲了一大堆东西 那今天开地以后 就跟你往下杀 各位 我说真的 其实这两三天以来 我相信很多投资 你觉得很为难 做多也怪怪的 做空也怪怪的 对不对 到底今天这个盘 然后每天一开盘 就在那边想 今天这个盘到底要涨 还是要点 各位 礼拜一开地 大涨300点 很多人认为说 礼拜一涨300点 认为涨不动了 昨天给你继续往上拉 对不对 拉了两天 台国看起来 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对 今天开地给你往下杀 我跟你讲 就是这种走势 很多人觉得不好拿捏 不好拿捏怎么办 刚才观望 对啊 现在事实上 普遍两种投资人 第一个你观望 为什么观望 因为看不懂 反正看不懂 最好不要做 对不对 省得做错了给料 这就是很多人 现在的心态 是这个样子 对啊 不要做吧 观望观望就算 对不对 第二种人 你还很努力进去做 但是各位 假拍摄 你真的方向搞不清楚 一做就被电 一做又被电 一做又被电 好了各位 问题是 不管你是第一种 在观望的人也好 第二种 你有操作 可是你 对不对 实在方向抓不准的话 那给我说真的啦 不管你 而且就去观望 我说各位 什么叫做观望 叫做看不懂 你看他懂 干嘛要观望 像今天这种盘 你知道开不然可以放空吗 那各位 所以说各位 其实 在节目上 我一直在跟你讲 尤其像最近这个盘 是对不对 很明显的 又走入一个什么盘 去震荡盘 对 来回来回 再给你做震荡 那各位 在震荡盘里面 我一直在讲 你要把一个东西 把握好 什么东西 你把当冲把握好 对不对 这个地方 你留仓以后 你留多单 你留空单 你都心里面觉得怪怪 晚上睡不着觉 好了 那各位 但是不管是 你这个地方 每一天的操作也好 那以今天来说 是怎么样 当礼拜一开低 大涨300点 昨天继续给你拉高之后 那今天呢 今天呢 今天开盘以后 开个低 那之后该怎么操作 我问你 再来怎么做 嗯 这次已经开低了 然后在7800 附近给你晃来晃去 对吧 那这个地方 你到底该做多 还是该做空 从开盘 到差不多9点半 看起来这盘好像 对不对 已经跳下去了 所以这个地方 看起来短线上 似乎杀不深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其实半个多层的时间 指数 就来了 会给你这样晃 那这里到底 你该做多 还是该做空 这就是问题所在 对吧 好了 我说过 今天其实 有一种人很可惜 开盘 你没有去做空 等到真的杀以后 你也不敢去追空 对不对 反而 反过去又想去 想去做多 但结果来 哇 到处做多 到处赔 一按键 搞 很多人 今天做多 你又赔了一大堆钱 但是各位 重点我讲过 如果今天这个盘 你又做错方向 或是你也根本 不知道该怎么拿 你该怎么操作的话 好了各位 那我就再讲一次 你不要观望 你也不要冒着风险做错 我想各位 微国倾对不对 微国倾 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帮助你每一天 把行情看得清清楚楚 看对方向 然后哪里可以做多做空 有没有方法 答案是有 好各位 再讲一次 如果今天你观望 你没做 或者今天你有做 你又做得不好的话 来 今天这个盘 微国倾 有没有方法 能够帮助你做得很好 第一个 一开盘 对不对 刚讲过了 这一开盘 已经跳空下去了 那你到底该 你该去追空单 还是该抢个多单 就是第一个观念 对不对 好 那各位就来了 如果今天一开盘 真的半个多钟 你不知道这盘 到底该涨该跌的话 那你先看一个口讯 各位 8点47分 8点47分 我现在跟会议 讲什么东西 各位 你昨天我打电话 进来问今天 关键点位 有最好 昨天收盘的时候 因为尾盘往上拉 对不对 所以昨天他们是支撑 但各位重点你看 8点47分 我跟会议讲什么东西 强势预判 原来昨天收盘 有两个支撑 一个在7817 一个在7795 但是甲拍子 今天一开盘 往下跳空 对不对 把这两个位置 统统都跌破掉 所以各位 其实有个道理 我讲你懂吗 我问你 支撑线跌破 支撑线变什么线 变成压力线 对好 那既然对不对 那就简单了 既然支撑线开盘 全部都跌破掉 所以那反过来 那今天从开盘开始的话 压力看什么地方 就回头看 7795 对不对 最高最高就7817 那各位 8点47分 微游先生会已经知道说 今天这盘 对不对 要往空的方向操作 凡是7795以上 都是压力所在 那今天最高点多少 7804 对 对 最高点7804 那各位 最高点7804 什么叫7804 嗯 往上穿9点 嗯 就是现在最高点 所以各位我问你 那你 如果今天8点47分 你已经是 魏国卿的会员的话 你看到这则抠讯 我请问你 今天开盘你该怎么做 简单嘛 哦 反正正确度是压力 对不对 那我就从7795以上 去放空 可不可以 今天最高点 我上穿8点而已 那不就简单了吗 那今天这下去 因为简单是结算 对不对 你做7月份也好 你去做2月份也好 无所谓嘛 反正你都知道 就是个压力往下杀就对 那各位 问题是怕 开盘你不知道 那到底我刚刚讲 对不对 已经跳空下去了 已经跳空下去了 那怎么办 后面对不对 晃了半个多钟头 也不往下杀 所以各位 我讲嘛 每一天 对不对 做期货 做期货 你只需要知道两件事情 第一个 今天这个盘会涨会跌 第二个对不对 如果是跌的话 那它的高点在什么地方 如果今天会涨的话 它的低点在什么地方 你每天不就知道 这两件事情而已吗 好 重点来了 今天讲过了 一开盘对不对 不管指数 有没有在70008附近晃 但是已经知道说 反正7195以上 开始是压力 那各位 这么关键的位置 马上就出来了 好 不单知道说 7195以上是压力 而且重点是 为什么今天杀成这个样子 很简单 今天大伙在做什么方向 做空 对啊 那不就结了吗 你自己看 各位 今天一开盘以后 大伙在做空 开盘以后 大伙直接做空 好 直接做空 那我你 那开盘你该做什么动作 空嘛 对不对 不但如此 我想问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等会来进度稍微放大一些 各位啊 我刚讲对不对 昨天 为什么今天开盘两分钟 可以跟会员讲说 压力在什么地方 你自己看 因为到了昨天收盘的位置 对不对 我给你定在 是定在昨天收盘 还不是今天开盘 昨天收盘的时候 往上一看 那是本来往下看 对不对 有两个支撑吗 7817 7795 那我刚讲 我开第一盘 出现什么状况 开第一盘出现什么状况 一开盘 懂 两个地方 通通都跌破掉 所以 那既然跌破掉的话 那我请问你 那刚刚讲 对不对 那7795也好 7817也好 变成什么东西 支撑线一旦跌破 支撑线变压力线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今天的最高点 为什么只来到7807 各位看懂了吗 就这么简单而已 不是吗 所以为什么 一开盘 对不对 我可以马上通知会员 那今天这盘的话 要往空的方向操作了 而且就从7795以上 都是今天的高档所在 那各位 今天不过 区区开盘 起火两分钟的时间 所有今天的高点 今天的方向 已经都定好了 那你觉得这样 起火难做吗 我跟我讲 就怕你今天 开盘以后 对不对 看着盘在78附近 晃来晃去 那到底要 我该做的还是该做空 我跟我 你光猜猜 他在你头昏脑胀的 我告诉你 不是吗 昨天好像没股小涨小跌 那今天盘已经大了去了 那再来呢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但今天盘 我说重点是简单 刚才讲过了 因为今天一开盘 直接把昨天 短线的支撑 而且是从礼拜一以来的 之内全部都跌破掉 那对不对 那支撑跌破变压力 我想这个道理你懂 但重点是 你知道这个道理没有用 支撑线跌破 比较多压力线 问题是那每天那个点在什么地方 那才是重点吧 对不对 所以既然昨天 我再讲一次各位 既然昨天收盘的位置 对不对 一个在7817 一个在7795 所以那一旦开盘 其实两个都跌破掉 那所以从7795以上 不都是压力了吗 而且你看 你自己看各位 强势盘对不对 从开盘的第一根开始 每一根K线 都是绿色的线 那代表什么意思 当中盘开始往下杀 反过来讲 你看 你回头去看 礼拜一开盘的时候 对不对 礼拜一开盘 哇 往下跳空150点 但重点是 礼拜一从第一根K棒开始 就突破了上个礼拜 的那些压力线 变成红棒 主席就红棒 代表说这会开始翻多 而各位 礼拜一被 从第一盘开始 不但K棒已经穿过 前面的压力线 而且各位 看到没有 礼拜一节目 你看了吧 大会在做哪一边 要做多嘛 我们整个上面下面搭着一起看 各位观看 我说各位 这三天以来 礼拜一一个关键 今天一个关键 很多人礼拜一 跳过下去以后 为什么不敢去做多弹 我说过 因为三个礼拜 中央对不对 全都是大利空 国际股市大跌 油价创新低 你看到没有一个好消息 但重点是 礼拜一一开盘 美国现在这个独一油 大会多空力道指标 一看看到什么东西 大会在做多 直接做多 而且礼拜一的力道 不是超强吗 所以从低档到上面 弹了三百点上去 昨天前半场 对不对 大户做小空 指数给你晃来晃去 是个缺间盘 晃来晃去吗 后来不是从半场以后 做多 就拉了那一波上去吗 拉了上去以后 强势预判 那个独一夜外的 那个强势预判 自身线往上做移动 但重点是到了 今天开盘的时候 直接跳空就跌破掉 看到没有 所有的K棒 都是绿绿的嘛 就告诉你 那就开始就要做空 一开盘开始 大户一侧 大户在做空 而且后面也是这样 力道开始就出去了 所以今天西伯拉会 跟这样杀 各位你自己看 我说会 不要说别 我们先看上面 你光看 韦国现在强势预判 对不对 你从这个红绿开 你马上知道 到底今天这盘 往哪个方向走 什么时候叫做区间盘 什么时候会往上走 什么时候会往下面走 这么清楚的东西 你都不来用 你都不来看 每天在那边自己乱拆一通 做错在那边 在那边流泪伤脑筋 何必呢 各位这么简单的 这三天真的是很典型的 尤其是礼拜一跟今天 礼拜一大叠来开盘开始 你敢去做多吗 结果对不对 强势预判 第一个开始就是这个红棒 大户拼命再做多 很多人礼拜一不敢做多单 结果好懊悔 对不对 哎呀 人家大户再强势做多 你为什么不做 那各位 你不要跑到今天开始去做多 今天他一路在做空 而且重点是对 今天一开盘之后 你看 一跳破支撑 变压力 全部都是黑棒 就给你出去 所以各位 今天也好 所以各位 每一天我都给你 你看这个东西 多么简单 因为我问你 我说真的各位 事实上还有比微博性 这个更简单 更清楚 更明了的吗 你去比比看 大户每一天在做些什么动作 每一天在做些什么动作 每一天在做什么动作 大户在做多 盘弄的抵挡在什么地方 大户在做空 盘弄的高挡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是啊各位 就这么简单而已 甚至连盘中 拉到什么地方 有没有支撑 一看都知道 各位啊 我在讲 我有把起火的操作 已经发展到 这么样先进的时候 你不来用 每天在那边 只在那边自己乱拆一通 做错在那边苦恼 不然就是看 不然就是那边 叫做 美清明叫做观望 我就观望等于叫做看不懂 你看到懂的话 干嘛要观望 是不是 好各位 今天的盘简单了 开盘 在那边横盘 到底该做都还是该做空 该做空 为什么 因为跌破支撑线 而且大户在做空 这懂了 好简单吧 是啊 简单 简单你要好好用 不但如此呢 各位 来 看整个画面吧 那各位 因为今天是结算 所以今天 当初 我已经带大家会议去做远月份了 各位远月份更简单 二月份的 一开盘 就直接 直接就翻空 7770直接就直接翻空 大户对不对 坐哪一边要做空 各位 你想不想 今天 因为一月份做结算 对方来讲的话 大户的 多空单 只是在做平常的动作 可是各位 你看 二月份的棋子就不一样 今天二月份棋子 大户做空的力道 是很强很强很强的 最近二月份棋子 跌得比一月份还多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一月份 今天大户的力道 做空力道大概到这个地方 可是二月份是 哇一路给你款砍了 就是这样子 好了 结果今天 二月份棋子 开盘第一笔 7770就翻空 大户做空 你看 又是两者同乡 给第一笔 一空 已经空到100点下去了 盘中 7693翻个多 大户再强力做空 我说对 多单不要做吧 把空单跑下就好吗 后来 7665又翻空 大户做之后 你再去空他一笔就好了 这没有够简单 今天有哪一笔 你需要用拆的 我给你讲各位 做起火 有个重点就是 各位做起火的多 做多做空 你不是用拆 你不能靠感觉 你不能用拆的 各位 什么地方该做多 什么地方该做空 各位 都是要有实实在在的根据跟理由 你才能进去这样做 再说一次 为什么今天要做空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今天对不对 大户一路做空 二月也好 一月也好 都是在做空 尤其二月份空的更厉害 那既然大户在做空 我请问你 那今天你做的当冲 你要往哪边做 那简单对 那大户在做空 你就做空 对啊 最贵 箭头跟大户 有没有同向 箭头跟大户 有没有同向 有赶快做 那出来说 每天不都是这个东西而已吗 是什么东西 就是微物性的SOP 刚才你看到了 今天看大户在做哪一边 今天大户在做空 对不对 不但做空 而且力道如何 很强吧 尤其二月份 哇 今天是大户 做空 力道很强的一个 做空的趋势盘 所以今天二月份 一跌得快两百点 原在这个地方 各位 今天大户在做空 而且是用力做空 那今天你有沒有做空 所以我讲这会儿 你不要每天 唉说 哎呀 这盘看不懂 难住 观望了 观望什么东西 我讲各位 观望叫做看不懂 如果说今天一开盘 你已经在看 微物性的大户指标 你在看微物性的强势预判 哇 都跌破的话 对不对 资深线都跌破光了 阿道在做空 你会怎么做 你会观望啊 我不相信 你抢着 赶快去做空 都来不及了 赶快帮自己赚钱 都来不及了 你观什么望 不是吗 问题是今天开盘 很多人在观望 就是你们 七千八千 晃来晃去 到底要上要下 自由行政 乱猜一通 不是吗 你干嘛要用猜 你为什么不看这个东西 好 这一点 对不对 再来各位 今天 因为大户一路在强力做空 所以今天 你期货该怎么做 对啊 就挑箭头 跟大户同向的 都是盘中的最好的一端 那今天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看今天整个二月份 开第一盘开始 7770就翻空 而且今天一路就在做空 对不对 你就挑着箭头 跟大户同向去做 第一破就一百点了 第二破啥了快就 快八十点下去 好了 再第三个 除了这两个之外 对不对 那各位 每一天做期货 做股票 你都希望知道什么东西 今天大盘的高低点在什么地方 那各位 今天一样 微博星为什么又可以领先全市场上 在8点47分 就已经在告诉会员 今天高档在什么地方 今天795以上都是高档 都是压力 因为支撑线已经被跌破掉了 不是各位 我只想给各位 所有东西都是有根有据的 为什么今天 795以上是压力 因为支撑开盘都跌破掉了 支撑线跌破了就叫做压力线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来的 今天微博星在这会呢 各位操作 不论是看 不论是看这个盘也好 是进去操作也好 我再点各位 每一笔的操作 各位都是有凭有据 不是用乱拆的 就是因为有凭有据 各位 做起货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是各位 做起货 你的心态要稳定 什么叫稳定 各位 如果说你做起货 做多做 或是用拆的话 我说真的 你做多段你做空单 你都会很怕 对不对 怕了以后会怎么样 怎么样 就算你有赚 赚一点点赶快跑 不是吗 做错想去啊哦看 这就是估计很多人的 坏习惯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但是反过来讲 各位 如果说每一天 你能够按照这三个步骤来做 对不对 透过大 唯独有大户的功力要指标 你看得出来 今天大户在做多还是做空 力道强不强 方向在哪里 简单吧 知道对不对 大户做多 我就跟着做多 大户做空 我就跟着做空 我问你 有比这个更简单的吗 有比这个更精确的吗 知道对不对 我就说过嘛 每一天的高低点 偷偷强盘一看都知道 今天所有东西不就是三个东西而已吗 每天过天都事情都不来 一起看 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 对不对 今天开盘 直接 直接跌破支撑线 都变成 都变成那个绿棒了 大户在直接在这做空 那简单讲 那就挑空的做就好了 那各位 每一天就如此操作 有没有比这个更简单 更好用的 你好比较比较看 好 而且各位 时间过来讲快点 各位 不但是今天当冲如此 其实从礼拜到今天 已经过了三天了 对不对 那各位 如果说假如你是有在做破断的话 那破断更简单了 其实不接礼拜一 开第一盘一样 这是今天的当冲 这是破断已经三天了 礼拜一开盘 盘都7503 建筑翻多大户做多 又是两者同向 对不对 当冲也好 破断也是一样 到了今天开盘的时候 7803翻空 大户在做空 再空一笔就好了 各位 不过三天来回快要四百点 只做了一趟多 一趟空 这三天好不好解决 太好解决 当冲破断不都是这个样子而已吗 有什么难得我问 好了各位 而且我给你讲个好消息 这个周末 各位 有两场活动 各位你要把握好机会了 如果说平常 我在节目上跟各位解释这个盘事 假如说你还有什么听不懂的话 各位 这个礼拜六 好消息 礼拜六 我在台北跟新竹 跟投资人有约 如果说假如节目上的东西 你还听得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在礼拜六 在这两场活动当中 因为有很长的时间 我可以把东西讲得更仔细 对不对 未来整个大盘的发展 该怎么看都是一样 所以各位 把握好时间 这个礼拜六 台北跟新竹 我有两场活动 各位希望你把握这个时间 好好的把握住 好了 那除了这个活动之外的话 那明天开始看看怎么看 我下期会再说 好 等一下我们有更多的分析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场运动属于在座的各位 以及所有的伙伴 三里秀台湾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成国际投顾 诚信 专业 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资讯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2016台中国际新车大展 1月10日好起 在朝马工商展览中心热烈展出 香蕉的花蕊 可以让男性宝剑事半功倍 添加多种营养精华 男性活力宝剑首选 更荣获瑞十八年奖金牌肯定 健康生活自在无忧 快搜寻香蕉雄蕊 2016台中国际新车大展 1月10日好起 在朝马工商展览中心热烈展出 来自国家工业院尖端技术 国家实验室 以人类毛囊测试验证 天然草本精华 不含西药成分 法旺旺 法根滋养精华液 洗法精 让您法旺旺 运势旺旺 详情请上 立大集团官网查询 康世美及全省各大通路 热烈开麦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永存国际投顾 诚信专业永新 坚强的研究团队 创造满意的投资绩效 咨询专线02-2542-8999 2542-8999 欢迎欢迎来到大神先集 昨天来说的话是上涨的 今天呢 却是往下跳空跌的 那么在今天尾盘 看得出明天的一些 关键点位了吗 吴老师 好 那各位啊 今天这盘其实很简单的 现在是一路往下杀 对不对 所以必然明天开始 上面是一个压力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看到了吗 所以各位啊 明天开盘以后 这个盘 不论有没有反弹 各位注意一下啊 第一个 明天大户要坐哪一边 我就想起来 各位每一天啊 你开盘的时候 看看微圈大户多空了值吧 对不对 大户做多 这个盘涨 大户做空 这个盘跌 这个逻辑实在太简单 那一样明天 今天跌了之后 那明天 明天开盘以后 一整天大户要坐哪一边 另外对不对 这个关键的压力 现在这个地方 那能不能突破上去 或者说突破不上去的话 明天反弹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是个高点 所以各位啊 这个地方就是明天 一个最关键的压力 所在 所以各位 你今天啊 所以我先预先知道 对不对 就像昨天一样 如果昨天 你有打电话进来 问今天那关键点位的话 你知道说两个位置 对不对 一个7795 一个7818 那今天一开盘 都直接跳空跌破 简单讲对不对 支撑线一跌破 比较多压力线 所以今天高点在这个地方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那各位 那明天关键在这个地方 那就简单了 好 所以今天啊 最后能先预知一下 各位 其实在节目上 我就一再讲 我说各位啊 在股市里面啊 不论你这股票做期货 我一直讲各位 你千万啊 不要把钱盲目 输在这个市场上 对不对 各位 很多的投资人 真的心里面很垂胸 就是说啊 怎么做怎么做都不对 啊 结果做股票做期货 怎么做都都都都 都做得一头包 那各位 我就一直跟你讲 我说各位啊 如果说你自己 真的做得不好 你的方法不对 你的软体不好的话 对不对 我说各位啊 你为什么不抽一些钱 真的对不对 去找一套最好的软体 最好的指标 各位 来帮助你自己吗 各位啊 当你有一套 这么强的指标的时候 对不对 能够对不对 把每天的盘站 看得清清楚楚的话 那各位 真正的能够让你自己的实力 变得更坚强的时候 那各位 才叫做能够长长久久吗 所以各位 再讲一次各位啊 与其你把钱盲目 输在那个市场上 各位啊 为什么不花一些钱 来好好的投资你自己 各位 你自己才是最宝贵的 当你能够找到 一套最好的方法 来帮助你自己的时候 对不对啊 那叫做 真的能够长长久久吗 而且各位 除了这个之外 再讲一次各位啊 因为啊 这个盘震荡很大 所以各位 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啊 在台北跟新竹 回国现场 跟投资人有约 请把握这个 好的机会跟时间 另外不要忘记了各位啊 明天大家观点 会在什么地方 想预知的话 尽管从电话进来 好 今天大声协计 感谢收看 更热的翻新 请继续锁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